那么刘老师到底说了啥,一会儿我们再见分晓 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啊 你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呢 这啥意思呢,硬怼我们肯定是不怕啊 他掉线了好像 最近掉线的人确实有点多哈 啊 掉线了 进去直接掉了,我们塔下先A塔,让这个寡妇打我们 然后吃个小饼干,打不了一手A点颜扣,一接闪现,死接回血,操 没回上来 操那么一丢丢 这边就完美 875来一个 对 而且差一点升级 你知道吧 差了八点经验 见尽是掉馅了 那掉馅我可管不着了 跟我可没关系了 我的铁刺鞭可要鞭你们了 小伙子们 如果我的闪现再能闪慢一点点 我估计血能回上来 正好那个血回到身上它是有时间的 应该是在0.3秒到0.2秒左右 上来了 如果能把他杀了尽快 我们5级打1级就不要害怕了 塔下直接干他 没错 我就是不讲武德 怎么样 这样好吗 这好 先来个铁刺鞭 出瓶小药水 见尽一开始吧 他掉馅了以后呢 他应该是很气愤 现在他应该是更气愤 他应该就是 不太想就是 在出现的线上了 应该会相当难受了 应该是心态爆炸了 我估计 以他们每一波都是15头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我估计 应该是要不想玩了 记住啊 把所有的小兵都清到半关鞋以下 一个铁刺鞭 清掉 又上个老寡 你今天在塔下 我指定是不能让你好受了 你知道吧 跟我比跑的快 哎呀 还带回的呢 怎么还带回血的呢 被动吗 回的真快啊 老友兄弟问 说是哎呀 这新门门怎么出装啊 你是你两只不你都不看 路不看一眼也行啊 一天玩那么几把猴 我也不能经常玩猴 经常玩猴 那不腻吗 你找了个女朋友 不行 这不对啊 这不对 你玩一个游戏 你经常玩 你肯定也得换点别的玩 你不能老干一件事 你老玩猴 你是视觉疲劳了 赢嘛 就是想要这种新鲜感 我是懂的 所以每天尽量跟你们玩点不一样的东西 回家了 喝血战俘 老寡妇 跟我打 我警告你啊 别追了 听见没 我警告你 别追了 你在干什么 哎 打我呀 来个水银海 哥我是哪样你不满意了吗 管谁叫哥呢 这谁呀呢 千千 咋的那千千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时候可血 什么时候出三项 什么时候也不出三项 小老妹 该我追你了吧 嗯 该我追你了吧 嗯 别 哎 别啊 这不对 你这就不对了 你 这我的银头 这剑技人怎么回来了 剑技人也是脑浴血了呀 可血战俘 剑技人以言是心态爆炸不想玩了 呃 这个寡妇他会非常的后悔 刚才对我用了一个大招 他一定在想刚才这个大如果他没用 该有多好 你说你四级再打下我九级 这不随便打吗 这奶妈给个大干嘛呀 没必要啊 这边别用咳血战斧 如果对面的寡妇来了 可以咳他一手 他以为我的血很少 其实他只要我过来 我就直接半管血 抽一下 等一下红buff消失啊 现在他就是我的移动血瓶 明白吗 什么叫移动血瓶 就是打的还没我回的多 别让我意料啊 算了交个闪吧 虽然才一百来块钱 把他杀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高地上了 这还是挺好的 小伙子想好吗 可血战斧 肯定是没想好的 寡妇来了 先撤一手 这边没有可血战斧 先等一等 扫他一下 可血战斧 套点言 打不留一手 你没大是吧 算了不追了 你不追 我不追 我在这里回城 我看你怎么办 你过来我就可血战斧 我看你敢不敢过来 可血战斧 为什么可血战斧没磕倒啊 原因何在呀 为什么没磕倒啊 因为什么呢 短了 哎呀这 这不对呀 这 小鸭也难受啊 这太难受了 刚才一手可血战斧 又一波反射 哎 有点烦 范围有点 有点小啊 太小了 这 压了 把这除了 这寡妇都Rampage了 三项这点装备吧 400生命,15攻击力,20技能提出 三项这点装备稍微有点脆 不太想除这个东西 我除过,而且是伤害 其实我觉得也就那样 老寡 刚才那波可血战斧没割出来 确实太难受了 这样也难受啊 我都没明白一个事儿啊 我都没打他人儿,为什么 哎呀,你俩想伤害吗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俩想伤害是不是差点意思 磕血战斧 为什么没磕起来呢 有重伤吗 哎呀不应该啊 这磕血战斧没磕起来 啊有重伤 刚才给我套点盐了 这边阿玛拿一个魔抗 智慧莫印伺候他一波 省得他们打我有点疼 给他来个智慧莫印 点盐了点盐了有重伤了 影魔刀也行 不影魔刀除过 不想出影魔刀了 来个智慧莫印吧 还能加20点移动速度 看看什么样子 我就想拆个上路就这么费劲 就是不让拆 之前了就开送了 谢谢春6004 我觉得猴的版本不算太厉害 没有能乐于狠 啥个人啊 啥个人就想杀我兄弟 我是没想到的 这怎么的呢 别用技能 这寡妇指定得来 赶紧吸点血 可血战斧 拜拜 追我 一口可血战斧 漂亮 奶妈 把红打了去 这寡妇今天不制止他 属实是不行了 我的大魔抗给谁出的呀 好赖啊 来我一口 中退吧 中退吧 把中路给他推掉 据说好像现在有一个东西 不触发也得触发 但是算了 我告诉你们